嘿大家好,我是Leo,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今天影片给大家开箱一块价值2万人民币的进攻潜水表 在这里面要注意这个不是Grand Seco 它只是普通的进攻旗下Prospex系列的潜水表 2万人民币的手表在整个进攻手表里面算是非常贵的进攻潜水表了 当然在目前为止这块手表还不算是最贵的 最贵的进攻潜水表呢是近期进攻推出的Prospex LX系列 由这个设计是Ken Okiyama设计的一系列的进攻LX的手表 有包括这个潜水表和在陆地上使用的工具表 还有GMT系列的手表 整个LX系列的手表采用的都是Grand Seco的Spring Drive的机芯 但是我们今天开箱的这一块潜水表采用的是进攻自己的机芯 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猜到了 这一块手表呢就是进攻鼎鼎大名的Marin Master 防水300米的潜水表 很多收看这个频道的朋友都知道我自己非常喜欢进攻的潜水表 我买过很多的进攻潜水表 但是所有的进攻潜水表我购买的都要在1000美元以下 当然我也购买过很多高级的万表 比方说Omega Tudor Grand Seco Rolex 所以比2万人民币高几倍价钱的手表我也有买过 虽然我一直非常喜欢进攻的大MM Marine Master 但是让我花2万人民币购买一款进攻的普通潜水表 我还是比较犹豫的 但是最近跟很多的网友聊天 也对这个手表做了很多的research 我觉得这个手表对我来说是比较值得入手的 所以呢就入了这只进攻的大MM 在这里想跟大家讲一下 我不是建议所有的人都去花2万人民币购买这样一只进攻的潜水表 因为如果你已经出到2万人民币这个价钱 你再花一点钱你可以购买很多瑞士高级的潜水表 比方说Tudor Omega这种大家耳熟能详非常有辨识度 而且做工非常好的高级万表 如果你之前没有带过进攻的潜水表 你对进攻的潜水表不是特别了解的话 我不建议你第一只进攻潜水表就购买这样一只大MM 但是你已经有一两只进攻潜水表 你又非常喜欢进攻潜水表的这种做工感觉 我觉得这块手表一定不会令你失望 那么下面我们就做一个开箱 给大家看一下这块手表到底值不值2万人民币这个价格 首先从这块手表的盒子上看 就跟很多的进攻潜水表的盒子不太一样 大部分我们收到进攻潜水表的盒子是这种方形的这种盒子 非常简单的 这盒子也是非常的compact非常小 SEIKO PROSPEX 这个有点X型的PS的logo 这款手表你到网上看 大概要在2800到3200美金左右 全新的手表 人民币要在2万人民币左右 这款手表我是从nomonwatches.com购买的 只要2800多美金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价格 如果大家对这个手表有兴趣 可以到nomonwatches.com去看一下 它们也可以寄到中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 上面有它的保卡 还有说明书 可以看到这个说明书上显示的是8135和8255的机型 盒子里面还有佩戴了一个胶皮的表带 这就是这款手表 可以看到这款手表的代号是sbdx025 它在日本的售价是32万日元 还要加税大概加10%的税 非常漂亮的一块切水表 首先这块marine master跟上一代的marine master做了非常有必要的升级 比方说它的表圈采用的是这种陶瓷圈 防刮膜的陶瓷圈 它的镜面采用的是蓝宝石防刮的镜面 另外一些明显的改动就是它这个ps logo下面 以前会写marine master的字样 现在就改成automatic professional的字样 下面呢是这种暗金色的300米防水的字样 它这个300米防水和它的秒针都采用这种暗金色的这种颜色 它的颜色的搭配给这个手表一种平衡感 非常的喜欢 这个手表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它的做工 确实要比普通的金工切水表上升了一个大的等级 这块呢是前阵子给大家开箱过的这个金工的切水表 左边这一块的价钱大概要在800美金左右 右边这块呢大概要在3000美金左右 整整是左边这块手表的4倍的价格 这个 bezel action 可能是目前我用过的金工切水表里面最好的这种action 非常的顺 不松也不紧 看这个手表的action就相对紧一点 那么先跟大家讲一下这块手表的一些猜数 它表现的直径是44.3毫米 它表壳的厚度非常厚是15.4毫米 它整个表尾的宽度是50.5毫米 表带的宽度是20毫米 但是大家不要被这些数据所迷惑 虽然它的表径要在44.3毫米 但是可以比较一下 我左边的这一块劳力士的explorer2是42毫米的表径 把它们放在一起 其实这块44毫米表径的金工切水表 它看起来要明显小于劳力士的这块手表 所以像我以前跟大家讲的是 买这些手表不要完全看这些数据 其实它戴在手上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通过这些比例的变化 有一些表呢会显得大一点 有一些表戴起来会显得更小一点 看看上面表身抛光的打磨 还有表链的这个打磨程度 感觉它这个打磨的等级要接近Grand Seiko的手表了 这款手表的很多细节我都非常喜欢 包括上面表圈的这个字体 还有里面表针的这个形状 它上面这个小的秒针 跟我Seiko Sumo的秒针是一样的 同时跟很多Seiko前水表一样 它把表罐呢放在四点钟的位置 戴起来会非常的舒服 这款手表比起大部分的前水表来讲 它的厚度是非常厚的 当然你如果穿衬衫 或者一些比较紧的这种袖口的话 戴起来呢会不是特别舒适 OK 这是我的Zine 104 OK 自己非常喜欢蓝色表盘的手表 OK 这个上面的这个蓝色我同样是非常喜欢 所以是跟我的老律师的Digest 41 41毫米的老律师DJ 这款手表是经过ISO认证的300米防水的前水表 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背部 它整个表身的背部是一体的 OK 并没有一个表盖可以从后面打开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表送到金工去保养 去做service或者出现问题 它只能把这个前盖打开 把这个表的机心拿出来 表官上面有它这个PS的logo Prospex 这款手表基础的表链它是可以调节的 只要轻轻压这个位置就可以把它拉伸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去潜水 把这个呢穿在潜水衣外面 你是不需要把这个手表摘下来 就非常容易调节这个手表的宽度 OK 下面把这个手表戴在手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感觉 非常的漂亮 非常喜欢这个蓝色的表盘 另外如果你有放大镜的话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这块手表 上面表真的打磨 还有里面字体的这种打印的精细程度 是款非常高级的潜水表 下面给大家看一下这块手表夜光的效果 可以看到它的Bezel上面的10和20 同样是有反光的 非常的亮 OK OK 那么这就是今天对这块新款的 进贡大的Marine Master手表的开箱 和一个简单的介绍 以2万人民币的价格 我觉得这块手表还是非常值得的 但是如果你只有2万人民币的预算 不是特别推荐你在没有见到这块手表 实物的情况下 没有上手佩戴一下的感觉 就直接去花2万人民币 购买这样一块精工的潜水表 如果你是精工迷 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收藏精工的潜水表 我觉得总有一天你会想要入手这一块精工的Marine Master的 OK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在今后的影片同样是会做很多关于新的手表的开箱 也会做一些关于这个手表使用久了之后的一些感受 如果今天这个影片的反馈比较好的话 在今后呢我会做一个精工LX系列手表的开箱 为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记给我的影片点赞留言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的影片再见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 I'm out